if i know 我是孙怡 10 k speed经典的印花 然后它的舒适程度也很好 然后它可以生活中穿 也可以工作的时候穿 蛮实用的 形态各样的模特吧 我觉得都是在你身边的感觉 不是有那种 一定要身材很好的人才可以穿 k speed的衣服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品牌很酷的地方 对吧 我都还好了 我就随便拍一个就发了 有懒得修那一种 其实我不太把自拍到朋友圈 但是还是希望看到 挺有创意的这一种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个 第一次来到纽约 昨天下飞机的时候 哇感觉好冷啊 因为之前在横店都很热 今天 今天倒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很舒服 你觉得是一个时髦年轻 自由有态度的品牌 对 然后很舒适 然后有自己独特的印花啊 这样独特的风格 需要的是化妆师 就随便找了一张 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放了 懒得去经常换头像的人 经常发的 就搞笑的一些表情包吧 之类的 对 玩游戏被绝杀 但我还挺喜欢看电影被剧透的 我比较喜欢知道了后面的剧情 然后我再去看 我想去看一些更多的细节啊 怎么处理这样子 对 但玩游戏被绝杀 是很生气的一件事 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吧 没有必要非要少女心 或者没有必要非要多成熟这样子 我觉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就行 陪伴 花田 传送门 隋放一转机 那是拍他的时候 对我无所谓了 反正我会自己尽量演好 我觉得是希望是 有戏上的时候 然后大家对角色的评价这样子 还好吧 因为我的工作群 其实大家也都是聊得很生活的那一种 就是大家说话也不会特别 就拘谨的那一种 大长腿吧 顺眼皮可以去割 大家一起打吗 因为我之前经常玩游戏 但我现在只玩连连看 因为拍戏的时间不会有那么自由 可能开一局就要开始拍戏了 所以我最近就放弃玩游戏了